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凌晨2点21分 花莲近海发生规模6点1地震 那全台有感 接着又在2点49分 2点56分 又连续两次地震 是连三震 很多人都被国家警报震醒 那基隆有2到3集 被震醒的网友就纷纷上网 在社群留言 说摇很大 头都晕了 而且很多人都说 根本不敢继续睡 那也因为有连续好几震 全台都有感 对此不少网友就好奇 为何近期规模较大地震 都在半夜 也先起讨论 事实上 花莲4月3号 出现规模7.2强震之后 至今已经发生超过千起余震 前几天23号凌晨 东部相继发生规模6点0 6点3地震 结果四天后 今天又发生了2点21分的 规模6点1的地震 今天凌晨 台湾东部地区 又再度发生了密集地震 在凌晨2点21分的时候 花莲近海规模6点1的地震之后 又接连发生了5次地震 其中3次 视为非常显著有感的地震 不少民众是半夜惊醒 涌入了YouTube频道 台湾地震监视的人数 瞬间突破了20万大关 而根据气象署的统计 截至56分的这一起地震 4月3号的系列地震 刚好达到了1300大关 PTT的八卦版在线人数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也瞬间的飙破了5万人 就有网友po文 说2024年度代表字 已经可以选了吗 直言可以直接确定就是震了 地震的震 那乡民也一留言说 晕也可以或者是觉得晃 因为真的非常晃 还有人说选怕 害怕的怕 因为地震频传 真的让人怕得不敢睡觉 通知不知道 平心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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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